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有媒體報導指 尖沙咀帝院酒店截至昨天最少有4名員工確診 包括廚師和機電人員等等 懷疑因為共用更衣室而傳染 並且估計大約200至300人需要被隔離 現在隔離即是等於 都可以說是高風險 真的沒有想到 酒吧 沒事 最後 酒店黑馬泡出 下則的消息 立法會大會將會在下星期三開始 立法會財委會在今天下午選舉正副主席 點票期間攬炒派的立法會議員再次頻繁進行拉高 網途阻撓選舉程序正常進行 幸好最後陳健波議員 仍然能夠連任財委會主席 下一則的消息 有媒體報導 一名21歲的男子 在去年6月初投考學警 在上星期獲聘 已經簽署合約 原本下星期一入班 但警方收到電郵舉報 有人指他曾經多次參與反修例示威 並且附上他在家裏手持新宿警棍的相片 消息指 男子坦誠 因為貪玩 而參與反修例活動 但沒有作出任何犯法行為 藏有新宿警棍 就是因為自己是軍事迷 警方到他在和樂村的家裏搜查 檢獲新宿警棍 4把仿製槍枝 和BB彈等等 他因為管有仿製火器及攻擊性武器而被捕 男子表示這些物品 是作收藏和打wallgame用的 他獲准保釋暫時未被起訴 但已經終止聘用的 我想大家最接受不了的是他多次參與反修例示威 他聲稱是因為貪玩 但是大哥 你不是小學生 小學生 什麼都不懂 無話可說 你都已經考到學警了 悟空說你蠢嗎 如果你蠢的 因為貪玩而去 反修例示威 你不適合做警察 你太聰明了 如果其實你是知道這件事是什麼事 這個貪玩 就是借口 乃至就是一個大壞 你亦都不適合做警察 下一則的消息 上年的黑暴事件 加上今年的疫情影響 令到香港經濟畢竟失業率高企 而本港的治安亦都迅速惡化 今年頭七個月 全港已經發生九宗 涉及金色 中標 珠寶店的結案 較去年同期只有兩宗 大幅上升 3.5倍 當中超過50%的案件 匪徒都是用刀 紙客 店員進行 有一宗更加涉及 持有類似手槍的物體行結 目前已經有四宗的案件被偵破 警方指出 這一類罪案大幅上升 和本港經濟轉差 多了不法之徒 挺而走險有關 而連近歲美 警方舉行全港打擊金舖 劫案宣傳日 向金行提供保安建議 加強宣傳防罪意識 說真的 那些黃絲手足 有沒有想過 他們破壞香港的時候 會 引申出這一種的治安問題 我估計他們都沒有想過 當然他們會說 喔 他們破壞香港 跟這個 有沒有匪徒走出來 犯罪 有什麼科學關係 證據呢 其實真的沒有證據 但是現實上 事實上 就是這樣 歷史統計 就是這樣 理由其實都不難想 社會經濟差了 那些人找食難了 他去搏 可能覺得找到 打結找到50個 50萬 但是他連份工 他想打份工 他都沒有了 他沒有得選擇 如果有得選擇 他寧願去打份工 不過這個打工的機會 被黃絲手足打爛了 他們口口聲聲 說為香港好 希望他們認清現實 他們破壞香港的根基 亦都諷刺地說一句 現在有 升了3.5倍的這些罪案 黃絲手足不是說為香港好 建設美好香港嗎 你還不去抓賊 做偵探 200萬人齊齊去做偵探 蒸出這些罪犯出來 會不會呀 怎麼會呀 黃絲手足天天就在這 謀取政治利益 怎麼會真的建設香港 再下一則的消息 前特首梁振先生就發明講到 香港是外向人的經濟體 由於疫情持續 對外的交往基本上斷絕 經濟因此糾現殘缺 大範圍的結業 財源的壞消息 將會接種而至 如果我們可以 跟中國內地恢復正常交往 香港的經濟活力 就可以恢復一半以上 現在內地的本地確診個案已經清零多時 內地人來香港 沒有在香港傳播病毒的風險 問題是香港可否清零 讓內地向香港人開放 如果香港不能夠清零 而只是把個案控制起低位數的話 內地是不會和香港恢復正常交往的 毫不誇張地說 今天香港不少的大 中小企業 單值 邪死 拯救面臨倒閉的香港企業 保障 廣大香港人的就業 長久之計 不是靠政府派錢 而是 將本地 疫症 清零 創造和內地恢復正常交往的先決條件 要救香港 就要清零 要救香港 每一個人 都要付出 都要準備作出一些個人權利 自由 私隱 等等問題上的妥協 全民 強制性檢測 可能是剩下的唯一辦法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清零辦法 請大家提出 但是 不能夠靠香港的風水 更加不能夠 以而不行 什麼都不做 是在以待斃 繼續過去的一套 是死路一條 早一些的醒覺 少一些的無謂犧牲 我非常認同梁正先生所說 強制性全民檢測 其實現在所看 是唯一的辦法 確實可行 還有有可預見的 一個效果 中國已經 試了 做了大半年 我們看到 是不是 如果 任何人有其他的辦法的話 確實可以提出來 如果不可以的話 確實 大家有心理準備 可能要有在自由和私隱上作出一些的妥協 政府要知道 做這個強制性全民檢測 當然要知道 誰做了 誰沒做 對不對 這裏涉及私隱的問題 但是 大家要一起付出 救全香港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聽這些講句 我相信絕大部份市民 心底裏其實有這句說話 不要坐在這裏等死 經濟環境加上黑暴等等已經差到一個點了 如果不盡快去救香港 不要聽這些講句 正正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們近中國才可以去做這個效果 如果我們在 民主大國那一邊 你做不做清零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附近是不會有清零的 所以 希望珍惜這些的機會 人人付出一些 去做到它 亦都希望 見到政府現在說 探討那些什麼 強制性檢測的法律框架 盡快推動了它 拖 淋淋種種的 手段 不涵不談的手段 都已經搞了大半年了 趕快推這個 強制性全民檢測 救全香港 是最實際 下則的消息 經中國旅遊研究院測算 10月1號至8號 中秋國慶長假期間 中國一共接待國內遊客6.37億人次 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79% 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4,665.6億元人民幣 按可比口徑同比恢復 69.9% 正如梁振先生所說 盡快恢復 看看內地 有一些已經是逆增長的數據 我都不一一提出 好了下則的消息 美國總統特朗普 曾經在6號的時候 就突然宣佈 暫停 和民主黨國會議員協商 表示 經濟刺激方案 將需要等到 11月3號 總統大選之後 而兩天之後 特朗普180度反轉態度 表示 為了提振美國受困的經濟 將會和國會的民主黨人士 展開新一輪的協商 他又表示 現在他看到 很好的機會 正在 談判一項 更加廣泛的協議 而我們正在展開一些有效率的協商 有關協助航空業 以及向美國勞工 發放1200美元的紓困 支票等等 真是完全是被我之前 估中了 看死他就是 說謊了 之前就已經 擺明就是 調高來賣 要脅民主黨 沒有我的額頭 什麼都過不了 然後 民主黨就低頭了 然後特朗普就會 要一個更加有利於他的 這些 紓困造成 然後在臨大選之前 將美國看持的經濟現象 高到有那麼高得那麼高 大家就要想 這個大選之後 股票市場會怎樣 有課的觀眾你就想清楚 在下則的消息 根據外國媒體就報導 美國政府宣布對伊朗18家銀行 實施制裁 伊朗外長就說到 其實在新冠疫情期間 美國就試圖撤斷伊朗僅存的 支付食品及藥品的渠道 媒方的做法 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 而伊朗央行行長也都說到 美國的制裁 其實的目的是 是出於要做到他們美國國內宣傳 和政治目的 而美國這個行為也都遭到法國 和德國等的歐洲國家反對 自2018年5月 美國就宣布 退出 伊朗核協議 之後 特朗普政府已經先後對伊朗採取多輪的經濟制裁措施 涉及石油 金屬 運輸等行業 伊朗最高領袖 哈梅內伊 及伊朗外長等高官 也在制裁之列 2020年1月 美軍暗殺伊朗高級將領 蘇萊曼尼 美伊關係進一步惡化 與此同時 伊朗爆發新冠疫情以來 美國的長期制裁 導致 他們遭遇經濟資源被消耗 醫療物資嚴重不足 等等的困難 來到這裏 我真是很想訪問一下那些黃絲手足的朋友 看到美國這樣的行為 你看到 感受到他們那一陣 民主自由的氣息沒有 聞到他們那一陣 人權的血腥味 當他想你死的時候 跟你說人權 有 你只有一個選項 去見上帝的人權 其他的 石油與黃金 國土與主權 交給他 OK 好了 今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 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BOB choice 負子 有人 入胸 空 可 mystery 比 兩 男 by bwd6